首先第一部分的话就是这个云元生数据库的这个核心特点 首先大家就说看到这个标题的话 可能第一转眼就是在想这个什么是这个云元生 云元生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 就这两年来说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概念 大家如果就是说对架构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是说应该能够注意到就是这两年就是在架构相关的领域 就是这个云元生它被提及的这个次数 还有这个频率就是也越来越高 然后国内外一些科技的巨头 比方说谷歌、阿里、亚马逊、IBM 然后还有这个红帽 就像这一类的这种公司 他们就是也针对这个云元生 就是说也在开展一系列的这种战略布局 然后谷歌的话它是发起了一个叫CNCF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这样一个项目就是说它汇聚了这个很多云元元生相关的一些这个开展项目 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它孵化了很多这个就是一些云元元生相关的这个开展项目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会有这个就是叫Kubernetes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K8S 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容器做一些这个编排还有资源调度 然后就说为什么云元生这样一个就是诞生几年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这个科技巨头来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投入这么多的人力来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早期的一个定义 就是它早期的定义的话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上面这三个 第一个就是应用容器化 容器化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用过这个像是Docker 这样的这个容器化的一个工具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这个环境 就是通过 就是通过技术的手段 就是打包成一个镜像 然后这个镜像可以以容器的这种形式 在这个服务器上去运行 然后这样一个容器的话 它主要的好处就是能够保证你的开发环境 测试环境 以及生产环境的一个高度的这个统一 所以这个东西是 云原生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核心的一个特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它是一个面向微服务架构的一个 一个技术 微服务的话就是大家 其实这两年也是提的比较多的一个概念 微服务现在主要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它会把原来的这种单体的服务会做这种各种维度的一个拆分 所以它整个的部署的这个难度包括开发的难度都是指数级的提升 然后其实微服务的话它针对这个大型的项目其实也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架构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应用本身它是要能够支持容器的这个编排调度 就我刚才提到这个K8S K8S的话它是在一个这个K8S机群上能够调度容器的这个 就首先是一个资源的一个分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容器 就是在这个物理机之间 就是去做这个跨主机的一个调度 所以说在这个云原生这一块 它的应用其实也是需要支持的这个容器的一个编排调度 这是云原生早期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随着这个就是这些科技巨头 在云原生这一块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 然后云原生本身的这个概念 就是在实践当中就是也做了大量的这种就是更新 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思想也引入进来 就是说之后它形成了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概念 就是下面这个就是在公有云私有云以及这个混合云等新型动态环境中构建和运行可弹性扩展的这个应用 就是说它的这个新的这个概念可能看起来有点就是比较悬比较悬化的这种感觉 其实它的这个 其实它就是说整个这一段东西把它做一些脱水处理之后 就其实最后也是还原到上面这个三个这种核心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可弹性扩展它是通过容器来做这个支持的 然后呢像这个公有云私有云还有风格云 它们这样一个动态的环境其实就是基于这个像K8S它这样的一个容器集权 所以这个就是云原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然后再来看这个我们标题当中第二步就是 就是民原生跟数据库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比较比较好玩的这种事情 就是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理解的传统的数据库的一个 这个传统数据库的一个部署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资源难以动态伸缩 然后这个就是对应的 是云原生它能够动态的去这个扩容 动态的去调整它的资源 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单点问题 就比方说像这个MySQL 它一般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一个这个Master 就是这个节点 然后最多的是做上一个这个主层的一个架构 但是其实主层的话它的这个主节点一般也是只有一个 所以也会存在这个单点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吞吐量受限 吞吐量受限的话就是它就需要理解这个东西也是通过这个单点这一块 因为它的这个Master节点是只有一个 所以它的这个比方说像这种写的一些操作 它的主要写入都是通过这个Master节点来随入 所以Master节点的这个吞吐量 就制约了它整个这个Masterco的一个集群或者说服务的一个通缩量 这样一个架构的话就是说它比较难去通过架构或者说资源的这种升级来提高它的这个通缩量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图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单表的这个在海量数据的情况下 它的性能会有一个很大的瓶颈 然后这个瓶颈的话一般就是说根据你的这个服务器资源来说 是每一个数据的这个瓶颈到来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的服务器配置相对比较低的话 可能你在单表可能五百多万数据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们一般就是说会去采取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处理方式 就像分库或者是分表 但是分库分表的话会带来就是更多的这个问题 比方说首先分表之后我们的这个应用层这一块 就可能这个代码是需要做一些调整 即便说我们不去调整通过这个熟悉库的中间线 来做这个分表的一些这种逻辑的话 就等于我们又其实新的新引入了一个这个一个中间线层 这样的话其实是增加了我们整个数据架构的这样一个不确定性 因为这个中间线其实也是比较坑的 因为它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当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排查 所以说它就有这样四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不足 然后我就说当这个 语音原生跟这个数据库 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它其实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传统数据库的这样一个不足 能够很好的弥补 所以就从这个 传统数据库的不足这块就是可以引出我们 这种云原生数据库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我把它自己放的比较大 就是弹性伸缩 然后是这个高可用 然后高图土 数据安全 然后最后一个是上手简单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弹性伸缩 顾名思义弹性伸缩的意思就是 在这个数据的增长量 然后包括访问量 它这个增长的 这个量级可能很大的时候 在传统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比方说现在只有三个节点 它能够迅速的增加上这个新的节点进来 也就是说 把这些节点就可以看作一个资源池 资源池它是一个整体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资源池当中 可以不断的去加水 或者说这个加CPU 或者是加这个内存 然后如果说硬盘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这个再去添加硬盘 它是能够把这个资源形成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跟传统的这种架构的形式就有很大的差别 传统的话就是它可能一台风气就只做一件事情 然后它整个去做这个横向扩展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云元池数据库的话 它是能够很好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刚刚说到的是这个扩的就是扩容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 就是像这个天猫 它们双11双12搞活动的时候 它一般会预计到这个流量会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增加 所以它们提前会这个增加很多这个服务器 然后当双11双12过去之后 就是说流量回到一个往常的这种比较低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其实添加的这个服务器资源大部分是闲置是浪费的 然后在云元池这样一种体系下 就是这种资源的话我们可以迅速的把它释放 或者说把这些资源分配到其他的地方 就是它整个这个架构是可以支持这样一个操作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高可用 就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传统数据部 它的这个主要的架构模式就是单机部署这种比较常见 然后就说单节点如果挂的话整个这个服务都是不可用 然后在这个单机模式后面又发展出这个组组 主从 主从模式其实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它主节点挂掉之后 我们需要人为的去做一些这个操作 比方说把这个从节点 我们提升到这个主节点这个角色上来 然后原来的这个主节点我们把它重启之后 它作为这个从节点 就再加入到这个架构 这样整个一个操作就是相对来说也比较 比较复杂 它可能要涉及比较多的人工的操作 就比较难去做一些这个自动化的一些东西 其实高可用它强调的更多的是一个这个 就是一个自动恢复的这样一个能力 在预约商这样一个架构下 它是能够实现这个 就是说有节点挂来 它是自动恢复这样一个功能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高吞吐 就从这个图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如果是一个这个传统的收音库 它可能就只有一个这个写的一个节点 所以它的吞吐就是基本上都集中在 这个某一个节点上 所以当它压力很大的时候 整个服务的这个吞吐量也都受到了限制 然后在这个预约商这样一个架构下 就是我们可以 就有点这个全民皆兵的这种感觉 就是每一个节点我们都可以接受这个写入 这样的话整个服务它的这个吞吐量 也就会说更大一些 就假设我们现在的这个服务 一共有十个节点来提供服务 然后我们有这个 就是说原来的这个防御量之上 再增加上一倍 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再通过添加这个节点的这种形式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吞吐量 也再提升一倍 这是在这个传统数据后的这种架构和它的这个模式下 是很难做到这样的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就可能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就是说黑客可能比较难入侵进来或者是怎么样 数据库这边一般它提到的这个数据安全 就可能更多的涉及一个数据的一个 故障丢失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跨数据中心它的这个数据同步 然后包括这个备份这样的一些问题 传统数据库的话 就是说它的那种架构 可能单击发生故障的时候 这个数据可能只有一份 即便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备份方案 但是这些备份方案 比如说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会造成数据的一个丢失 就比方说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就是通过 MySQL就通过这个Blog 把这个数据同步的这个从库去做一些这个 数据的备份 首先第一个就是主从它会有延迟 如果这时候主机挂道的话 它有一部分数据实际上可能没有同步过来 这一部分数据如果主机发生了这种 不理性的损坏 这个数据就完全丢失了 我们基本上是很难去恢复的 然后 原原商的这个数据库 它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多个节点上 它是把数据做了这个 通过这个RAFT这样一个协议 它会把这些数据做这个分区 分区之后 就是多个节点它会组成一个这个RAFT group 就是它们这样一个group 其实就是存储了这个数据的一个副本 这个是在分区式的这种架架当中 比较常见的一个方法 就是它会有多个副本 然后 当其中的一个节点发生故障的时候 它的这个副本是可以在整个的这个 结点当中是去做这个转移的 所以它就是能够比较好的就做到这个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 然后第五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 从这个传统的数据库 切换到这个原原商的数据库上 一般来讲的话 在 就是我们采用一个新剂的时候 会存在很多的这个 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 你上手的一个成本 或者说叫这个学习门槛 如果说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数据库 然后你的整个应用层的话 可能这个整个的一些连接协议啊 或者说一些查询的这种方式 可能就要发生变化 就大家之前可能会遇到的 就是我们用这个MathCircle 然后觉得它的这个性能不够的时候 我们引入了这个叫NoCircle 像就比方说这个像Redis 比较知名的一个 就是我们在去替换的时候 你是需要做大量的这种代码的这个 就是优用层代码的修改 然后包括Redis本身 你还有一定的这种学习的成本 然后 然后林先生数据库的话 就是他 其实 就是说在他这个 数据库查询的这一层 他提供了一层这个兼容 就是说他是可以兼容这个 比方说MathCircle的这个协议的 整个就比方说这边一端代码 他现在连接的是这个MathCircle 其实我们更换一下 就是 就是 请求同样的端口 然后通过同样的IP地址 在这个协议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的应用层代码是 几乎一行都不需要修改的 这样一个特点的话就是 对开发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然后他整个的这个 就是 上车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你原来的这种 MathCircle相关的一些这种经验 其实很多是可以移植过来的 然后前面主要介绍的 就是这个 语言原生数据库的一个 这个核心的一个特点 然后这个TITB呢 他其实是这两年来说 语言原生数据库当中 比较这个 知名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 TITB的一个架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TITB的这样一个架构图 所以从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TITB它整个是划分了四个大的这种组件 第一个组件是跟它的这个数据库是同名的也叫TITB 然后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叫TITB 然后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叫TITB 然后中间还有最上面有一个叫PD 这个叫Placement Driver 然后最后一个是叫TITB 这个叫TITB 这样四个组件就构成了整个的这个 这个TITB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我们现在再详细介绍一下这个TITB 我们现在再详细介绍一下这个TITB组件的这个架构 首先TITB这个它是用这个构语言开发的 它的这个语法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整个的这个就我们刚才提到这四个组件 它全部都是开源的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这个Github上面去把代码check下来 然后自己在这个本地就可以搭建这样一个极权去 甚至你去可以看代码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内部是怎样去实现的 这个对大家的这个技术的提升也会有一些帮助 TITB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说 就从这地方可以看到 它可以接收这个客户端的这个Circle查询 然后这一块就是我刚才提到它上手简单的一个 就是实现它上手简单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原理吧 就是它有一个这个叫协议层 这个协议层它整个是兼容这个买Circle的协议的 然后它会解析成这个ASD 它会解析成这个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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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会做一些这个就是买法的一个教验 然后后面它它会有这个就是一个叫 就是一个叫逻辑优化器 还有一个叫物理优化器 它会对这个三手生同一个执行计划 然后收成执行计划之后 它在下方的这个叫这个TNKV 这个是这个TNKV的一个跟这个PINDI组件的一个架构 从这个架构上就是说 就TNKV它的这个主要的实现语言是这个叫Rust 这个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其实挺有意思的 大家可以下面去去学习一下 这个TNKV它是这个就是整个TNDB 所以可能黑科技最多的一个地方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是存储数据 就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 就怎么说 类似于这个 no circle这样一种架构 还是一个箭直对的一个存储的一个引擎 然后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 这个Rust的协议 它来通过这个Rust的协议 来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个高可用 然后包括各个节点之间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同步 然后旁边的这个叫Placement Driver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把这个它是来调度就是这里面的这些副本 在这个Note之间它去调度这个副本 然后这个副本就是在整个这样一个架构上 保持一个扁平化的一种存储的一个结构 不会出现就可能两三个节点当掉 然后整个副本都丢失了什么情况 它主要是做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第四个组件的话 这个也应该算是一个黑科技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整个这个TNDB它通过这样一个组件 它实现了一个可能很多这个DBA 包括一些做数据分析的这种开发 它能寞寞以求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数据一般来讲 我们会可能分为这个就是OLAP 然后还有这个OLTP 然后这两个东西的话 它是怎么说 它在实现上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没办法兼容的一些情况 然后这个Taskrack的话 它通过这样一个组件 它其实就可以给这个TiDB提供 这样一个就是二合一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这种 简单的查询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可以在线上去做一些这个 比较大型的这种数据聚合的一些操作 这在这个传统的数据部层面 是很难去想象的 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可以做这两件 就是可能比较极端的一个事情 好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 这个介绍一下这个TiDB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 你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1.0其实是2017年才发布的 然后它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这个Circle查询优化器 然后Maisco协议的兼容 然后它的这个1.0版本就已经就整个集群规模支持200个阶段 然后在这个2018年4月份的时候 它发布了这个2.0版本 然后在2.0版本的话 它主要是针对这个Circle的执行引擎做了很多的优化 然后包括把这个TiSpark这样一个组件完全的独立出来 穿过了这个1.0 然后它还做了这个就是一个并发的这种DGL操作的一个优化 这一块就是再多评价就是我们之前用Maisco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线上的时候线上的这种传统下我们可能要去做这个表的变更 一般来讲DBA是不会让你去做的 比如说你要做这个操作可以 那我们等到半夜的时候夜深人间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它比如说做这个操作是会影响整个这个服务的 然后就是说TiDB的话 它就实现了这个我们可以在线去做数据库字段或者说表的一个变更 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DBA可能比较喜欢的一个特别 就是大家晚上能不需要再加班到盒码 然后这个今年的这个5月10日 TiDB它发布了这个3.0的这样一个版本 这样一个版本的话它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比方说这个它实现了一个多进程的一个这个 RAFT协议的一个实现 就它的整个这个数据的吞出量其实就更大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批处理消息这样一个功能 每个节点之间它消息处理的这个这个量也会更大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他们实现了一个这个叫Titan这样一个存储引擎 在之前几个版本的话它们底层的一个存储已经是用的Facebook的一个叫RockDB RockDB的话它是用这个就是叫C++写的 然后它可能就是说就在性能这一块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因为TiDB现在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很多比较大的这个一些科技公司也在使用它 所以说它们需要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存储引擎来做这个性能上的一个提升 然后这个就是可能我个人感觉比较骄傲的一个事情 就是TiDB它有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开发社区 这一个社区它为什么说很活跃的第一个就是它一共有这个457年我们叫Conservitor 就是说这些人是都是给这个TiDB这个项目提过这个我们叫这个PR的 就是它的这个代码是被合入到这个TiDB当中的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用的这个TiDB 其实是有这些人每个人的这个贡献在这里 这个是开源项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然后TiDB它其实把这样一个特点能发挥到一个极致了 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出来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共就累计举办了一百多场就是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就是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流会 然后它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这个TiDB的一个开发者大会 每一届大会的这个参与人数好像已经有突破一千多人了 然后今年的话就是他们跟这个跟另外一家这个科技公司就是联合主办了这个首届的就是Rust语言的在亚洲区的一个会议 这个大家可以就是下去有关注一下 这个Rust语言是一个也是比较新的一个语言 它是这个火狐一家公司他们开发出来的 然后这个语言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特性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下面就是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TiDB它的这个就是应用的这个情况 就是它目前在这个准生产测试这种用户一共有1400多家 然后就说有300多家就是已经在这个生产环境当中实际应用 就我们可以看到有像这个金融头条小米 然后西山居这些 然后还有这个北京银行 就说金融这一块它对这个实际库的这个要求可能是非常高的 然后它能够选择这个TiDB 其实从某个方面也是能够体现这个TiDB它整个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实力 然后那个我的分享就到这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你的下理提问 有个问题 刚刚提到那个发展路线里面 就后面设计到你去多线城 是吧 发展路线 对 就是那个多线里面 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印象是现在 那是早上的待会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多线城 它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更多的设计 这个RAFT协议的一个实现 具体这一块的话 我也没有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们这个交流群 会有这个台地域的 正牌的工程师 会给你解答 我等于是这个业余了 好 问一下那个TiNKB 它是装在云的 是不是说装在云 或者装在什么 就是装在那种 主要是装在云 然后它里面是怎么适配的 对 对 你想出来了 行 你说的怎么适配是什么意思 那个TiNKB是怎么部署的 部署到云的地方 首先就是我们最前面就是提到这个云原生 云原生有个特点就是你的应用可以容器化 容器化之后其实你运行在哪里都是没有差别 就是它就类似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二进制的可执行文件 但是那个就是容器里面你能随它进行文件去 要存到容器的外面进行文件去 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说这个容器它可能不能存储这个有状态的数据 对吧 其实这里就说我有一点是没有讲到的 这个TiNKB它是有一个这个组件是可以实现这个在容器上能够保存这个有状态数据的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下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TiNKB Operator 它是基于K8S的这个Operator实现这个功能 像一些这个其实K8S本身它也有这个分布式重组 它也是通过这个Operator来实验的 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就是关键帐子咨询那个事情 实际上它是每个RAFT 比如说一共有四个节点 然后有三个RAFT的基础 相当于说是每个RAFT的基础的Master和客户端 小伙似的 对 然后那么实际上我四个基点 如果每个RAFT的基础有三个基点 那么我是SYS3一共是有四个Master 四个RAFT的组 但是实际上在刚才的两张图里边 实际上只剩下了三个 嗯 两张图 这些 对 这个 对 如果它有四组的话 它可以保持更大的一个组组量 这个是变成的 因为K8S的更多 它跟客户端的交互已经更多了 对 这是为什么 这个的话其实就怎么说呢 其实RAFT的协议它可能更推荐的是这个极数节点 更不是说偶数节点 没有问题 它每个节点都是三个 一共是四个节点 所以它每个RAFT的基础 就是 我们看到这个RAFT的数据 它其实是这个数据 我们对它做了一个这个叫 你的理解为分片 然后它通过多个节点的这个 比方说分片一分片二分片三 它们是各种一个叫RAFT group 他们整体是一个副本 诶 REG1和REG1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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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构的一个实现 它具体可能在一些分区的绘制上来 都没有抠得特别的细 因为具体的这个RAFT实现 它不是按照这个RAFT的论文完全去实现 因为TIDV它针对一些通知量比较大的场景 它也做了一些优化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去按照这个系统的实现 我有两个问题 对事务的一个支持情况 请问一下这种多节点中 刚时第一次事务的支持的情况 跟我们以前的那种策略链有什么各样的地方吗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我这次其实TIDV它整够涉及了非常多的基础细节 所以就说有一些细节是没有办法在这次分享当中 就完全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事务这一块 因为它是一个云原生的一个数据库 所以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必须要支持这个分布式的事务 它的事务跟传统MASERCO的事务有点不太一样 MASERCO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本地的这样的事务 然后云原生的它是这个事务是在多个节点当中 都会去发生的 它需要有一套这个协议算法 是去来保证这个事务最终都是能够提交的 然后这块的算法就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一个是这个叫RAFT协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分布式当中 可能提的比较多的一个叫 两阶段提交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改进版的 叫这个三阶段提交 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协议和算法 来实现这个分布式事务的一个提交 然后保证这个数据在多个节点当中的这个移植性 我想说它那个就是几个数据这件事 是实现可能的 从这个实际执行的角度它肯定是也会有一定的延迟 但是它通过这个RAFT协议 它是怎么说这个延迟就是用户是感知不到 在它完全提交之前 这个数据对用户来说 对这个整个集团来说 它并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落到这个磁盘上 用户在去查询的时候 它还是看到的这个提交之前的这样一个数据 它不是一个完全实施的 它不是一个完全实施的 是一个准实施的这样的概念 在我们TI-Node里面是一个腿微的存储 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对 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结构化的DB 在我牵移到TI-DB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会有一系列的一提要 我要我们自己去做 这个不需要 就是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 就是TI-DB它整个提供了一下 首先第一它是兼容MySQL 然后第二的话它提供了很多这个 微软MySQL去做迁移的一些工具 有一个叫那个 叫叫 Dumper 然后还有一个叫那个 反正是有一系列的 就是说它能够做一些 比方说原来你做了一些 分库分表的一些操作 它可以把这个数据再做巨短 然后再把它整个的灌到 这个TI-DB里面 那除了MySQL之外 对于这种连称SQL的话 或者就是针对于这种结构化的DB 其他的 其他的 它除了就是说支持这个 兼容MySQL之外 它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前面有一个架构里面 也能看到 它有一个 Circle的一个layer 它是这个 也是一个标准化Circle的一个实现 所以还是支持一些 通用的一条 对对对 那放到我们TI-DB里面 对 那TI-DB里面那一些 刚才我说的Rub的那些东西 是 是 是只要我用一个接口放到TI-DB里面就好了吗 还是 我怎么去做里面的 看到去计划的这样的构速分表 或者就Data Punition 有几样的工作 它是通过这个 就是有一个工具集 会把这个数据 就有点类似于这个 Binlog的一种方式 它导入到这个 TI-DB里面的 好 谢谢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之后有那么多的客户 我们也蛮强别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对标 告诉我说 我多大体量的商业 或者多大体量的数据 对应我们TI-DB多少的Node 或者怎样一个cluster 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问题提的也非常好 但是 因为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涉及到一些 实现细节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这个TI-DB的员工 所以有一些具体的情况 都不是特别了解 好 谢谢 大家还有问题吗 纯处是 知识哪种类型 就是文件系统 因为我看他这个 您在宏帮他讲了一下 原来这个跟Panfa7的H-Base 还有AWS的Concentral 原理上差不多吧 像H-Base它有锐品 这些东西 对 但他们有文件系统有点差 有多这个东西 它的支持的文件系统吗 对 它支持的文件系统 它主要是依赖 我们刚才谈到的 有一个底层的存储引擎 它之前1.0和2.0是 叫RocketDB 这个是Facebook的一个 底层的存储引擎 它是应该是市面上 大部分的文件系统 你知道它本身是个主要 它是运用在什么文件系统上 比如说是咱们的EST3R4 还是说它就是运用在H-DNS上 有它自己的一套 这个AWS的S3 这种 S3的话 据我的了解 它只是一个文件对象的一个存储 对 它的存储要存在里面 对 它到底支持一些类型 它的主要类型 一般就是 因为它主要面向可能是一些编辑的存储 所以它主要是这个 像EST3或者4 这样的 它不支持这个AWS的文件 其他的应该也是支持的 你可以通过 用一些插件的这种形式来提供一些支持 对 你再问个问题 就是 这个RAG 它可能就是为了 为了这个 分散这个机遇的压力 放在不同的节点上 那这个每一个RAG 它放的这个数据 它是怎么来决定的 比如说 我这个一个表的ID字短 是吧 它到底是按顺序去 去放到这个每一个节点上 或者每一个RAG 它说是按照这个 随机值去存储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放机器的这种数据 传感器的数据 那我们可能会把这个 这个 K K字短设程中 这个时间说 那这样有个问题 也就是说 每一时刻 或者每一段时刻的数据 都是很集中的 假如说我们的RAG 按照时间说来放数据的话 那可能就造成写入的这种 数据存现 所有的数据可能都会跑到 其中一个漏的上面 嗯 那 这样子对邪漏来说 是问题很严重 对不对 比如说产生这种 这种Hot Spot 那如果说 怎么样去 去这个 在这种数据库上 怎么去实现这种 这种 或者说是解决这种 这种一切通用的这种 数据情节啊 或者这种热点啊 这种问题 那其他事情 我不要清楚 我看你讲的比较概括 想聊一下 聊一下一些细节的东西 嗯 嗯 其实 这就是你刚提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 它在这个 TIDB这一个轴件呢 大概也有设计的 就是它通过这个 Sircle的整个解析 然后它还有一个 执行优化的 这么一个 一个机制 就最后会深入 这个 查询的一个 这个 查询的一个 查询的一个计划 最后这个查询计划 才能到 TIDB这个 就是说通过 它这些 这一块的一个计算 它其实就 已经能够 知道 这个数据 这个分布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数据的分布 应该是由设计员 而不是由这个集中去决定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 我这个一个书架 我的书是ROBC DBC那个 排列 比如说我 A一开始的这个书 都名字 A 一开始的书 都放在书架A上面 嗯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 对于 轴取的人来说 很方便 他一看标签A 他去找 他要书在 在那个 A一开始 但是 但是这个 这个是 其实 有这个图书官员 你决定 怎么去放 那他也可以去打赖绝 嗯 你说的这个 他这个数据图 他是怎么去设计这个 嗯 还是说 他有这种提示也可以放 你可以放你这个随机的 随机制 也可以按数据去走 嗯 你这样去设计 就是如何去分区吗 嗯 所以 了解 其实 其实 它其实分区的话 并不是说 把你的数据 就这样切开 我这样一个区域 放一部分数据 那一个区域 放一部分数据 它是说 把这个数据整个的 就是 横向的切开 就是 我这样三个节点 它做成一个 我们叫 Draft Group 这样三个节点 它能够提供你 全量数据的一个差别 所以说并不会 就是说 查在你说的那种 当我去做范围查找 比如说我要查到 它说ID是5到7的这个数据 就是 它怎么能知道 我这个ID是5的 在这个节点1上 而5个节点 我这个ID是6的 在这个节点3上 嗯 这个的话 就是它应该用的 这个原理应该 可能差不多 就是 比较通用的 就是像这个 所有的一些机制 它比方说 可能有一个 这种全局的一个 所以 然后我们在这个 就是 上面这一层的时候 它会做这个 它们写入的这个数据 你会做一些 这个 数据的一个 分析点的情况 之后 它会 就是 能够定位到 你的这个 数据 你这一段的数据 在每一个 那种节点 是 是一个组件 还决定 这种 这种查询吗 嗯 我发现它应该是 得到原数据吧 是更多PD啊 嗯 不是 它主要的组件 就是这个 对 它里面 也有TIKV 也有PD 这些 是真实的去存储数据的 对 是吧 做真实计算 就是那个 sliver 之类的 但是就是 去这个决定 哎 你这个 这个简单帮我去做这个事 嗯 做这个决定的一个组件 是 比如说HVS里面 它可能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或者是HV 是Must 嗯 对于TNDB的话 它是 哪一块的 它这个的话就是 通过这个叫PD Oh Must driver 对 它可以就是 获取到像这个 Node的一些 这些 呃我们就要就是 原数据 然后它可以通过 通过这个 Node的一些 附载情况 或者说 查询 读写的这种情况 它去做这个 就是 这个 对准的一个 就在节点之间的一个 千里面 哦 好 谢谢 您刚刚说那个 就是 最高的已经不可以随便 但是 据我了解 目前是不能改整形 查询 还是不能改长 改大一个 就是不能说 把别的类型查询 改成硬 这个 嗯 我说的那个 不是说 去 把这个具体的一个类型 改成另外一个类型 而是说 比如说有一些 常见的一些情况 就是我可能 先增加一个子段 嗯 然后在生产环境的来讲 就不管是我先增加一个子段 或者说 删掉一个子段 它整个表 可能都是要去锁表的 嗯 然后 比如说TITB它实现的 这样一个 底层的一个机制是 能够让我们去做一个 线上的这个 子段的修改 就不会产生锁表 这个情况 嗯 目前类型还不能 还不能变质 或者可以增加 嗯 变化的话 那这种就可能 涉及到一些 业务数据的处理 什么 因为你本来存的时间说 你不可能把它 改成一个 这个 就是Tiny印的 这样的话 你数据就丢了 不过了解 反正目前 只有表现了 它就改回来 表现创建的 就要丢了 嗯 一般来讲 你如果要改的话 肯定也是能改 但是没有人去这样做 这种行为 就是有点自杀的情况 嗯 你用一个小盒子 去装你原来大盒子装的东西 那肯定有一部分东西 可能都丢掉了 一开始建造 我建造的已经建造错了 现在要改 嗯 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你想硬改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会做一个这个 比如说中间自断 我们会把数据做一个这个 迁移 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 就保证数据是不能丢失的 你3.0正式版本的话 嗯 3.0正式版本的话 应该 应该 应该也在下半程度的时间吧 那那个 约22号才发展 2.0跟2.0是什么 嗯 它是这个 3.0跟2.0 其实是 两个变形的一个版本 嗯 你如果新加一个节点 它不会那么轻易的去 去平衡整个机会的负载吗 还要去触发这些瑞举的这种 Split 嗯 嗯 就是让它那个 拆分 拆分 所以感觉也没有那么灵活 那么轻松 那么简单 好 嗯 就是说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就是说对 开发人对这个DV来讲 它是一个无感知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就在后台运行着 我不需要去关注它 它执行完之后 这个节点就马上能够起来了 就是说它可能也是有一段时间 就是我这个资源加入前 它有一个这个启动这样一个过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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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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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们现在的项目MASER主义 都是项目的项目 现在我们的项目业务 会有几个理由 让我们把MASER换成了 可能你的问题 我稍微反映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 什么场景下需要用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项目 MASER主义都足够支撑了 足够了 那我们现在有 给我几本理由 让我把MASER主义转型 再换一下 换成这个概念 首先第一点就是 我可能纠正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库 它并不是说要替代MASER主义 它是做MASER主义在分布式 这样一个场景下 就很难去做的一个事情 它对MASER主义可能说 算是一种补充 并不是说谁替代谁 这样一个东西 实际上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市公司 每年会有百十两个项目 那百十两个项目的话 我们都需要做服务器的机群 就足够支撑 并发展很大股的业务 一般的项目大多数 都是单个服务器 单个这些服务器 就足够的业务 那实际上 根据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MASER主义 不用去 可以别不要去转 因为我们要考虑 想去转的话 超买这个影响度很高 但是没有一个 比如说合适的理由 就是我们去做一下转变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说 我们会有一个推荐的一个 有一个指标 就比如说单表数据 只能超过这个五千万 然后每天的一个写入量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的这个MySQL的一个集群 是一个什么亏损 我们这种情况下 会推荐你去做这个潜移 但是在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指标之前 我们是不推荐的 因为这个云原生参 这个节点 节点之间 会有这个网络通信这样一个消耗 所以就是在有些场景下 你如果去换的话 可能还是得不偿失的 谢谢 谢谢